圓博山鏡 這一幅教學示範的這個作品 是在課堂上示範的 那這一幅畫最主要就是 表現台灣高山的這個風光 那台灣海拔3500公尺 這個高度的這個高山 就有圓博 圓博又稱為鄉親 就是玉山圓博 那這個玉山圓博 跟一般的柏樹都是一樣的 只不過它生長在更惡劣的這個環境 它在台灣高山還把3500公尺上下 這個地方呢 這個風吹日曬雨淋 高山的這個風又很強勁 然後冬天又下雪 這個冰雪呢 都會把它的枝葉啊 這個壓得低垂 那最主要就是說 它雖然是長綠樹 那葉子又多 不像有些這個 在高山的樹啊 落葉樹的話 它會只剩下樹枝 所以 積血就會比較少 因為長綠樹呢 它葉子在冬天還是一樣不會掉落 所以上面又積了血 它的面積又大 那個血的重量又重 就會把枝葉都壓到地面來 那這樣子到隔年 它又重新長牙 然後再隔一年又被血壓下去 所以才會有這種扭轉的這種姿態 樹的姿態 這是因為大自然界 這個為了順應這個自然界 然後它這個植物呢 它有它求生的本能 它可以在惡劣的環境裡面 雖然這樣扭曲 屠虎在地面 它都可以這樣子掙扎的 然後生存的 這個很好 這就是從原博的枝幹呢 我們可以體會到大自然 這個生存的環境的嚴苛 跟柏樹堅強的生命力 那這個柏樹的樹幹呢 這個彎漆扭轉 然後這個 因為我們這個攀爬高山 都有這個登山的這個小徑 那一般都是有固定的登山小徑 都是循著前輪的路一直走出來的 那這種登山 路道小徑呢 它並不是很平坦的 都是崎嶇不平的 然後穿越了這個柏樹林 然後遠山呢 雲霧遼遭 這個代表一個高山的一個風光 山欄跟雲霧特別的多 這是高山的常見的景象 有時候起霧的路都看不清楚了 那這一集呢 到這裡我們開始來染磨了 首先也是一樣 先從近景的這個岩石先染起 那我們把柏樹呢 這個襯托出來 右面利用後面的岩石來襯托出柏樹扭曲的枝蓋 那柏樹呢 因為生長的環境惡劣 而且它這個樹有它的特性 它的特性就是說 比如說上面有一個枝芽 大的枝芽枯了 它輸送養混水混的那個水線呢 就整條就不會再生長了 也就死掉了 那因為它輸送的這個水線是 就是隨著這個枝幹這樣扭曲蜿蜒而下的 所以它形成這個死掉掉沒有長 活著的水線它繼續長 所以樹幹絕對不會很黏 就是凹凹凸凸的 順著這個水線這樣 還活著它繼續長 就變得粗 變得大 凸出來 那死掉了 活著乾枯了 那樹皮也剝落了 就呈現接近白色的色粒幹 這個像那個人這個色粒子一樣 是很堅硬還不容易腐朽的 這個就是這個柏樹的一個特徵 它這個清脆的樹葉 配上這個枝幹還有色粒幹 對比出這個柏樹 就是一個觀賞價值很高的 一個視覺上的一個美感 那染樹葉也是一樣 我們蜜的地方 也是要染 因為樹葉蜜的地方 它的蜜不透氣 那柏樹的樹葉 它是蒸葉樹 細細碎碎的 就像我們在地面看到的這些柏樹一樣 它不能蜜 那我們硬筆的話 就是用激進胡椒點的方式來表現 我覺得是比較恰當的 表現出柏樹葉子的這個特性出來 那這個圓柏呢 你看我們現在畫的都是在曲漆的這個山坡 碎石坡上 所以柏樹Y7-8的這個姿態很特別 一般這個玉山原果如果在山坡 背風的地方 山坡的地方水分又會比較多一點 它會長得比較直 但是它的枝幹還是會扭曲 一樣的 因為受到雞血的影響 我們在染的時候呢 都是一樣 我們先染最暗的地方 因為宣紙的特性就是 我們每一筆下去 每一筆它都吃到紙裡面去 它比較不容易再去暈開 暈開的土改 所以一筆就一筆 我們要照著層次來宣染 先染最暗的 我們先染最暗的地方 再染次暗的 由近染到眼 大部分的國畫都是由近畫到眼 這個 剛開始畫的時候 你精神也好一點 比較有精神 所以你可以 可以畫的時候 畫得比較仔細一點 那一般先畫的地方 大部分都是比較 屬於重點的地方 那你比較有精神的話 你就會畫得比較仔細 或者是比較 交代的比較完整一點 然後慢慢慢慢畫到遠處 然後畫到這個整個 背景或什麼的處理的時候 那你也體力精神 也比較不計的時候 那有些地方就放鬆掉 所以這個也是很合乎 這個人的那個 身體的這個機能一樣 合乎人體的這個機能 剛開始很有精神 到後來就比較冷了 冷了有些地方就放鬆掉 那剛好這樣對於這個畫面的處理來講的話 就等於是主題 我們畫得比較清楚 近景畫得清楚 遠景慢慢就放鬆掉 在這個視覺的美感上 或者是陰阻的處理上 這個是非常器 那這個染的時候 都是先染最暗的地方 比較密的地方 調的膜的話 就是要搭配你要染的地方 你要是染在比較遠處 比較淡的地方 我們調的膜就比較淡一點 那進的地方比較濃的地方 我們調的膜就要稍微濃一點 所以說 這個是 因食至於 因你染的位置 而調整臨膜的濃度 那染都是先從 暗的慢慢 先從暗的開始 一步一步來 再來次暗的地方 然後我們再來再修飾 再整理 最後整張 染好的時候 再整張看一看哪些希望再加強 或者再這個 做一個修飾 因為剛剛開始在染的時候 我們都是看到的是局部 那等大家都染好了之後 再看到整體是不是協調 或者是哪些地方 需要再加強再加重 再強調 這個在畫面上的整體性 需要做一個加強 再來做加強的處理 那一邊染的話 我們剛剛之前畫的 畫的地方 有不足的地方 也可以用這個燈膜再加以修飾 所以先染不只是處理它的面暗出來 更要在修飾畫面 一幅作品就是不斷的修飾 不斷的修飾到完成 這個就是一個畫面的處理 處理上的一個功夫 那在處理的時候 我們就是要寫 要小心收拾 要把這些 我們原來畫的這些 比較豪邁的線條 這個雜亂的線條 我們把它統一起來 所以這個大膽下筆 才能夠顯現出 印筆的氣勢 尤其在畫三穴 更能夠顯出這個 山川的這個 整個雄尾的氣勢出來 那小心收拾呢 才能夠表現出 它的這個畫面的這個 這個 這個 腕衣的美感 那個細膩的這個 液晉出來 清淨出來 不能只是 這個印筆很豪邁 然後收拾沒有 收拾好 這個就是 這個在處理上 非常重要的地方 那 我們在懶的時候 也是一樣 就是一個步驟一個步驟 一定要照步驟來 尤其在處理生鮮紙 跟處理綿紙不一樣 綿紙 很好染 很好畫 不會陰開 耐磨 不容易破 這是都是它很容易處理的地方 但是它真正最大的缺點就是 畫起來乾涉 沒有韻味 沒有墨韻 那整幅畫面的在液晉的營造上 那個紙的效果呢 就差了非常非常多 所以我一直希望 希望這個 這個 學生啊 或者是 建議啊 這個 我們 就是 有興趣畫 不管是山水花會 我們都盡量用生鮮石來畫 生鮮石 就能夠真正的去 把那個 國畫的整個 這個 氣韻生動啊 跟它的韻味啊 還有對於液晉的營造呢 比較能夠表現的淋漓盡致 那像西部的地方 不夠的地方 我們都要仔細的去處理 每一個地方 我們都是要好好處理 那這個畫面 樹葉的地方 墨色就比較濃一點 那樹幹的地方 就靠這個線條 扭曲 曲折 完顏 帶動畫面的整個動感 讓畫面生動起來 那線條在國畫裡面的應用 它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這些線條 可以帶動你視覺的感覺 很瀟灑淋漓盡致的線條 讓你整個情緒都激動起來 讓這個張力就十足 讓這個觀賞者一看啊 就能夠顯現出 能夠體會出畫者的豪情 跟這個豪邁之氣 那在這個細部的 我們這個處理線條 等等這方面呢 就可以營造出 這個畫面的整個 溫暖 它的氣韻的生動 可以看到這個墨色上的安排 左右樹葉的地方都比較重 那這個樹幹的地方 因為勢力幹的關係 它顏色比較白 所以我們都是留白出來 比較多一點 但是一樣要處理出明案 那這個留白的地方的線條 隨著這個樹幹形狀的彎連 扭轉七折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整幅畫面啊 可以利用這個枝幹 在這個畫面的部體安排 就是從這個彎連而上 這個扭曲而上的這種構圖的方式 那這個構圖的方式就是 來稀稀實實的這個穿插 這個是在構圖上的一個 刻意的安排 來帶動整幅的畫面